一大杯珍珠加上冰塊鮮奶 炎炎夏日喝上一口實在好消暑 不過現在全出鮮奶藥漲價了 是戰略最高的衛泉旗下品牌 林凡英鮮乳開第一槍 預計7月中各品項調漲2到4元 另外光泉鮮乳8月份可能有價格異動 同一旗下的瑞穗鮮乳則表示 暫時沒有漲價規劃 兩家都還要再討論 而美式賣場的自由品牌鮮乳 也從一組229元調漲到269元 漲幅於兩成 漲價是因為國際原物料價格攀升 加上政府宣布調漲電價 但接下來增加通膨壓力 恐怕引發連鎖效應 成本評估下來 大概會漲3到5%之間 不過我們這邊目前暫時 是不會轉嫁到消費者手中 物價上漲 但是問題是我們配合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有時候也負擔不起 那當然就是只能做漲價 但是我們又很不捨消費者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不太敢漲價 歉業者無奈表示 成本增加只能暫時自行吸收 調漲品箱價格是不得已的下下測 不過萬物其漲 民眾實在吃不消 牛奶什麼真的什麼都漲 不用又不行 一千塊去買的錢真的都沒有了 不是只有牛奶啦 全部東西都上漲 漲得太多了 因為你薪水是一樣固定的 可是你物價上漲太多了 那個%數都一直在成長 什麼都漲只有薪水沒漲 老百姓大嘆生活苦哈哈 坐在辦公室吹冷氣的高官們 知道嗎 記者楊橋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